不管是吃肉丸还是吃肉丸 不少人点完餐锁定 这一瓶调味瓶给它加好加满 不过 过去很常在早餐店或餐厅看到这种瓶子 不是装什么酱油糕甜辣酱 不然就是番茄酱 不过现在有人不把它当成是调味瓶 而是把它当作是环保杯 但这样真的可以吗 虾米调味瓶变环保杯 是今天是假的记者实际测试 西仔黄粹 对对对 然后我要我有带环保杯 不好意思那个环保杯我们可能没要把它使用 店员不只超傻眼 更直接大枪拒绝 这种没有办法吗 这种没有办法 因为它其实是假的没有罐 它不太适合盛装饮料 最近就有民众拿着调味瓶 去饮料店店店员傻眼之际 也将整个过程拍下 民众直呼这里太天才 不用吸管很环保 但也有人觉得不大卫生 这个这感觉不太方便喝啊 这样子 我觉得看个人开心都可以吧 另外也有人点出 如果调味瓶真的能装饮料 那符不符合自带环保杯 能折五块钱呢 业者这样说 这种我们就不会折扣了 我们主要就是会以正常的环保杯 然后来去做 就是配合这个法规 还有做这个折扣的折底 以调味瓶来看 PP聚品烯 虽然耐酸碱 耐腐蚀 耐高温 制作过程也不会添加塑化剂 但是就是按照度来说 如果我们今天是滚烫的一个食物 直接放入到这样的一个容器当中的话 就是增加毒物释出的一个风险 江奈平不是什么都能装 就怕耗了变质 不只坏了身体坏了心情 拿在路上还有点尴尬 我应该会取笑他 东森秀连长红座瑞 太平报道